挑战者杯结束后 花海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随后的庆功宴上 清荣感慨地说 在一四二真是太好了 正是因为真的太好了 所以这个赛季 他们五个人还要并肩再战 三二一 加油 武汉Estar Pro目前已经来到了队伍的15连胜了 让我们恭喜武汉Estar Pro 9分多钟赢下了这一局比赛 我抓走 武汉Estar Pro12分钟的快速战绩结束了这一局 不出所料 武汉Estar Pro在这个赛季仍然向我们展示了对于整个联盟的压制力 并再一次踏上了最高的舞台 即使是这样无可匹敌的大魔王 在临近季后赛时 也经历过惨痛的凌风和连败 第四八戒这里和敌人节坐电梯回去的花海先被清风的长尔给钉到秒掉了 Estar这里掉了三个人 而佛山GK五人聚在 让我们恭喜佛山GK 又是3比0 恭喜XYG 3比2 第一次战胜武汉Estar Pro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 3比2战胜武汉Estar Pro 完成了总赛局对于Estar的三连手 包袱太多了 你刚拿了冠军 然后所有人都对你期望很高 但是你却让他们失望了 就会有包袱 我的原因是 可能没有那么担打担兵了吧 现在找到机会有时候不担忏 如果很多次的失误的话 就会导致下一次你操作的时候 显至于会不会失误 然后就不敢去操作了 他们最近的话 就是属于干什么事情都犹犹豫豫豫的 就怕这个怕那个 打得不像自己 不是像原先那么自信了吧 就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好菜 就算赢了比赛的话 也应该感觉好菜 就是不像我们队伍的风格 以及我个人的整体的一个风格吧 不喜欢这样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赢 反正就打着打着 一波团突然就赢了 你输了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确实吧 就是现在的话 输了就是 这些问题就都会暴露出来嘛 我们以为的混世魔王 也不一定觉得自己很强 我们以为的无敌寂寞 其实私下在找回自我 变换无常的赛场又给了他们一次交心的机会 就像夺冠时那样敞开心扉的聊一次 就插手机打完之后 我就把自己内想法全部说了一遍嘛 然后真情流露了一番 对不起兄弟们 然后对不起教练组吧 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嘛这种 然后感觉自己太压抑了 有段时间他也跟我说了一些东西吧 外界的一些声音吧 就是属于太多人治愈他吧 然后导致他越来越疲惫吧 他自己也拿了三中冠军了嘛 但是一直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嘛 然后所有人都在拿他作为笑柄 我好好都聊哭了 我能当时非常理解他 最遗憾的就是第三轮打佛山GT的时候吧 就是因为太想赢了可能压力比较大吧 他自己打不好然后就连累到队友啊 就是我经历过这种阶段 然后我也不想我的队友再经历这一次 就自己操作失误了 感觉会拖累大家后腿吧 还是怕辜负大家兄弟们的希望吧 就感觉打得不好呀 就会想想很多事情嘛杂七杂八的 会不会就是影响了团队啊 或者说自己为什么打得不好呀 我21年开始我就不会把实力归结在 但没有更努力吧 那你会固结在哪儿 固结在跟队友的沟通 是有没有你跟队友就是完全敞开心灰的去聊 然后是不是有话直说 敞开心灰了才能够互相了解 原来每个人的顾虑都不是自己 而是怕影响团队 怕拖累身边的兄弟 差不多就心里那口气输出来了嘛 就感觉轻松挺多的 在找之前的感觉吧 第一轮第二轮是把之前的自己给丢了 第三轮才是找回之前的自己 我还是想做我自己吧 自信什么都回来了 就是无所畏惧 不要怕失败也不要怕任何东西吧 用自己的拳头击碎所有的自己的声音吧 这才是真正的点睛自己的选手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场胜利吧 一场大场的胜利吧 我觉得就可以证明一下自己 精准的一剑单杀掉了孟岚 一针这波下落单杀很自信啊 孟岚两个人全部吸出来 张飞看上江子牙的输出 花先拿掉了孟岚的人头 小雨也杀掉了大潮 这边的话张飞吼出了自己的大招 但孟岚的行动太厉害了 关于推量 一刀串死了两个之后 百秀一也倒翻 这个瞬间倒下了三人 铁水晶了让我们恭喜 武汉Eastapro 大招一套全部打在裴机果的面 又一个扇子 发电扇又中了 关键时刻是滋压了桑起 一派三二花 白色把他们收割 凭借一个命到四命 花海站住了 总决赛尽在支持 让我们恭喜 武汉Eastapro 这个杀机其实我们运营主来也挺难的 兄弟们我们在一起 其实我们内心都是比较团结的 不要怕 不要太胃从过来 就是也不用担心我在不在的情况下 就是输入我们的喜康吧 我最恐惧的东西 你要说现在的话就是 我觉得会就是失去生命这些伙伴吧 世界上觉得重要就是打出成绩啊 拿冠军嘛 然后可能就会忽略一些生命的人嘛 然后现在的话感觉 可能跟生命的人一起去拼搏去努力 这些东西还是重要的 如果担负是SK的宿命 那么守护就是花海的征途 所有人都想它闪耀而强大 甚至曾经的自己也想闪耀而强大 可是他内心最平凡最温柔的部分 不过是想守护好身边的人 你是一个怀旧的人 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 印象最深刻的 是19年试冠 然后跟19年冬冠 我们恭喜QG HAPPY 回那个亚军的话 就是会去遐想 如果我们当时拿了冠军会怎么样 此刻我才终于明白 花海朋友圈的大满贯 其实是完成了他19年冬天的遗憾 这个遗憾 现在的兄弟们帮他补上了 而清荣说的那句太好了 指的是身边的人太好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生活是大于一切的吧 就是你身边的人才重要的 我们努力过 然后我们一起拼搏过 然后这种感觉就特别棒吧 对花海而言 这些内心的收获 像一个迟到的成人里 此刻的他一脸温柔 像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样子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呀 人生最有意义的事 就是快乐 但不简单的事 我想要冠军 但是更想和你们一起拿 三二一 加油 原来 这 才是生活的真谛 差在长大了吧 电竞 除了热血 还有什么 那些让你为之共情的 是为了队友而战的炙热情感 是追逐梦想的深沉意志 是关于赛场 关于未来的 灰宏想象 这些 才是中国电竞 该有的模样 正是拥有这些 才成就了如今 武汉Eastop Road的 芳华绝代 有很荣耀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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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